陸軍五號到七號展開年度 領友操演 今天夜晚間是 進行了夜工項目 進行實彈射擊 由陸軍五六四旅擔任攻擊軍 模擬屏東保麗山被共軍給佔領 執行奪回任務 那確認敵軍的陣營火戰地之後 陸軍發射了火炮 掩護地面部隊 在稍晚 陸航再爬出 阿帕七攻擊直升機 敵軍進行火力壓制 更會發射在俄烏戰爭期間 大放一彩的標牆飛彈 直攻敵方的反裝甲武器 陸軍在這一次的聯勇操演 是大袖軍事肌肉 攻擊敵軍周邊部隊 完成戰場清理之後 明天所登場的日攻 會進行大兵力攻擊主陣地 來驗證三軍聯合作戰能力